谁的演技就好 周星驰 永远都是周星驰 你帮个叫镜子 七个表情 他不是演给你观众看的 演给评委看的 在一次采访中 吴振宇直言周星驰的演技 其实是演给评委看的 一番评价如此阴阳怪奇 不禁使大家怀疑起了他的用意与动机 很多媒体都称呼他为颠牢 别看话不多 但是每一句话都是一针见血 曾获得五次金像奖的提名 可五次都落空而归 别人都在勉强地祝福获奖者时 只有他全程挂着脸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获奖 要说那些违心的话 实在是做不到 他说自己承认拍过烂品 但却没有演过烂角色 每次以为自己都能配得上奖项 可次次都惨遭落选 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因而才会说出 金像奖都是靠关系得来的 不过这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毕竟就连演技如此一流的周星驰 至今也只获得过一次 他认为周星驰的表演不仅仅是银河观众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他看来 周星驰的每个角色和每个动作 似乎都是在和评委们进行无声的竞争 不过这话也极具争议性 有人觉得有些过于极端 毕竟星驰本就是很好的演统 他的表演更是深入人心 而吴振宇却用另一种视角去诠释他的作品 不禁令人引起深思 当然每个人对事物的看待有所不同 吴振宇的这句话 在引起争论的同时 也让我们重新对星驰的作品有新的认识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停挑战与突破的精神 才会让其在华语电影圈中 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吧 提及周星驰 他可谓是相当影坛的一颗恒星 许多人都对其电影作品赞不绝口 不过他在拍戏的时候 却会经常表现出一副冷户无情的样子 虽然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但是他对自己的成语白却看得极为重要 也正因此 他被贴上了苛刻与不近人情的标签 很多人说星驰交友不多不好相处 可好友田基却表示 他只是不想与蠢人交往 曾经在拍摄酒品芝麻官时 星驰要拿着一个夹子验尸 其实当时他不小心夹到了田启文 事后还问他疼不疼 为什么没有反应 对此田启文表示 自己当然疼 但是是在演戏 没有导演的允许 自己万万不能懂 闻言星驰被这种敬业精神所感到 自此田基也成为了他的助理 两人一起拍了好几部电影 而且一合作便是二十多年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他也有一些情绪 曾表示周星驰无论对谁都比对自己好 工资不仅没有涨 反而还降了下来 周星驰创办公司时曾要田启文入 可他却坦诚自己不愿长期待在一家公司 也不愿长期追随一人 通常学习一段时间后便离去 唯有周星驰的那家公司 他待了13年 在被记者问及对周星驰的看法时 他毫不吝啬地对其连连成赞 直言对方简直就是个天才 他在拍戏的时候会构思 会想出很多意想不到的细节 除此之外 他也对对方与红金宝一事做出了澄清 身为当事人 他表示两人当初连一句话也没有吵 便结束了合作 这些年来 虽说他已不再在周星驰的公司工作 不过每次对方有事的时候 田基都会出手相助 他也多次说 如果不是周星驰就不会有自己的今天 只能说周星驰能有这么一个知恩图报的朋友 实在是太让人高兴了 周星驰 周星驰第一部加油起事 92年给多少钱 被逼的那一部 被逼的 被逼用他 对呀 真的被逼用他 众所周知 90年代出周星驰的人气很高 每一次电影上映便会引起风动 就算是片中再小不过的配角 也都能一炮而火 可以说除了他之外 无人能够打破票房记录 而如此身价的他唯独像黄百年 直接索要了四倍的片仇 本以为对方会知难而退 谁知却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而且还只让他出演了一名小配角 那么这究竟是在逢场做戏 还是在豪赌 1988年 黄百明拍摄完八星报喜后 意外地获得了3700万的票房 为了重现这般辉煌 他找到林子祥帮忙 可谁知万事俱备 马上就要开拍的时候 对方的房子着火了 眼看火烧眉毛 黄百明只能找到周润发帮忙 奈何对方抽不出时间 没有办法 黄百明只能找到了周星驰 其实当时他并不是很想拍这部电影 但也拉不下脸拒绝 便直接提出了800万的片仇 想让对方知难而退 再说了黄百明可是当初拒绝过他 那个时候 黄百明身为香港新一城影业的创始人 发展的风生水起 不少默默无闻的新人 都希望能借着新一城的东风 在这个城市闯出一番偏敌 其中便包含周星驰 他当时向对方投去了自己的解决 可谁知后者连看都没看一眼 便将其扔到了垃圾桶里 此后新一城宣告破产 他重新创业艰难度日 而星爷却成为了香港电影的最大赢家 曾经那个爱搭不理的人 如今却是令其望尘莫及 自然便张嘴要了800万片酬 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电影上映之后 却反而让其稳赚不亏 若换到今天 就算得钱 对方也不一定会出演 只能说星爷的影片代表着一段过往 希望未来仍有他的电影出现 对此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 欢迎评论区留言